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老问题成为各国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也是与每个人都相关的重要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 充满智慧和慈悲的佛教能做些什么呢 当然大有可为啊 你有什么愿望 尽管说 身体好 心情好 儿女子孙全家好 能满我们的愿吗 能啊 都好办 佛来办 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阿弥陀佛 只要念佛就通通埋怨 为什么呢 佛号是阿且陀药 也就是万应灵药 念佛的十五种功效中就明确说 念佛者能得受康 念佛的老人往往更容易保持身心安态 让除疾病 头脑清醒 免除恶缘 感召善缘 让生命有长度更有质量 所以念佛安老 老有所养 二 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寿佛 一生生拿摩阿弥陀佛 在念佛人心中种下无量寿的种子 老人念佛 欣欣向往极乐世界 临终的种种恐惧与痛苦 被减轻或消除 自然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安乐国 享有与佛一样的无量光寿 永无老病之苦 所以念佛安老 老有所归 三 佛住在佛号里 佛号就是佛本身 当老人念起达摩阿弥陀佛 慈悲的阿弥陀佛就应声来到身边 成为他的护工与朋友 陪伴 安慰 保护老人 空虚 孤独 恐惧 一扫而光 老人念佛 法喜充满 所以念佛安老 老有所乐 四 一人念佛 全家获益 念佛人有弥陀注顶 放光保护 全家都受庇佑 老人心静 心诚 空闲时间多 念 拿摩阿弥陀佛 不花钱 不费劲 不耽误做事 天天能为后代积植善根 积累福报 成为子孙的硬币 全家人自然能够学业进步 升职加金 幸福和睦 所以念佛是给后代最快速 最安全 最划算的精神财富 不止如此 老人念佛 社会得佛 念佛的老人 安康 安心 安乐 安和 与老人有关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性问题 自然减少 如果再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十方 那么一份平和安宁就会化为千万份 念佛老人就是正能量和善能量的源头 给社会带来更广泛的和乐与和谐 所以念佛安老 老有所为 正所谓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敬老爱老 念佛安老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老有所归 无量光寿 永远不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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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